各位卓司工作合式的童工你們好 我是中華基督教會譚里黎芬紀念中學的鄭家略老師 我正在展示的是MIDI自動化樂團的其中一個部件 就是電腦控制古增 為何一個MIDI自動化樂團的理念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D&T老師 同時是一個音樂老師 我曾經教學生製作Acoustic樂器 也曾經教學生製作一些自動化的設施 例如智能家居等等 而兩支配合出來就是自動化樂器 所以最初來到這個學校 有些學生在抽離式課程裏 跟著我做一些自動化樂器 例如最早期的自動化鋼片琴 去年大家都看過自動化樹琴 其實每一樣產生聲音方法 我們都可以利用一些陀機、電磁鐵等配件 而利用電腦控制它 模擬出來 於是我的同學就越做越多 不同類型的自動化樂器出來 好像我面前的電腦鼓掙 就是我們同學最近的得獎作品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並不是用電腦編程的方法去操作 相反是使用了MIDI程序器 來作為操作介面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作品的受眾 是從事音樂創作的人 亦因為有了這麼多自動化樂器 讓我產生一個理念 就是可以將所有樂器整合出來 成為一個MIDI自動化樂團 我們可以針對一個情景 例如有音樂人 他在學習作曲和編曲最初的階段 他很想作出一些作品給真人玩 但因為條件所限不能讓真人演作的時候 這個MIDI自動化樂團就可以派用場了 所以我很鼓勵同學多些嘗試設計和製作不同類型的電腦控制樂器 例如現在我們已經有鼓掙和樹琴 就是有彈背樂器 亦有鋼邊琴 就是敲擊樂器 我們可以繼續向吹管樂器和拉圓樂器的埋手 只要有之一日我們擁有所有的樂器 作曲和編曲人 就可以利用一個完整的吹拉彈斗樂團去作曲和編曲 這個理念我曾經和內地和香港很多教科技的同工分享 他們都非常有興趣 最近我曾經應陪英中學的邀請 把所有我們的自動化學帶去他們學校做一個展示 當然是對全校做的一個OLE的環節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下 譬如我們有同學曾經做一部吉他 亦都做了一個放鐵琴 真樂器聲音 甚至我現在面前 我面前每一部樂器 我都可以驅動它去演奏一部的樂器 先說這個 這個是一個樹琴 一個小的樹琴 一個小的樹琴 很多人都喜歡聽這首歌 叫大龍鳳 因為他在演奏的樂器演奏的能力有多強 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個人拿著唱歌 是啊 聽到好像是彈舞舞 然後用樹琴 用樹琴演奏的大龍鳳 我想都是世界上作 因為樹琴基本上是不可以彈到這個神的 譬如鼓 鼓我們沒有辦法帶到真鍋 所以我們帶了一套小型的鼓 你又聽一下它是怎樣打的 其實我都是用電子信號和mini的信息 每一個滅意的信息令到每一個電子前面 去推動 而得到這樣的能力 鼓針推動也都是用我們一些陀驚 大家看到這裡有陀驚 陀驚是去灌動一些弦線 去產生聲音 陀驚的弦線就是我們聲音階 一陀驚很有中國音樂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要用它來韓中國音樂 很棒 很有新年氣氛 他們可以一起合奏嗎 可以一起合奏 譬如我給你們一首聽不聽周杰倫 聽周杰倫 你直接有聽周杰倫 西龍藍 周杰倫 什麼歌呢 請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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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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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誰是初音未來嗎 初音未來 反應這麼大 初音未來 初音未來你都不認識你 真正的 看著 快歌 速度很快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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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大家已經看到MIDI自動化樂團的功用 其實真的可以幫助作曲人 用更快的方法可以享受到差不多真人的彈奏 但是來到這一刻我們覺得是未完善的 因為我們很多樂器都不能夠完整去取代真人 很多樂器我們暫時在力度方面是未能夠控制到的 即是不能夠做到音樂上的對比 再加上我們吹鼓樂器和拉音樂器都未研究成功 所以這個MIDI樂團將來還有很遠的路可以走 但如果有同工想在課程中加入MIDI樂團作為一個環節 其實我覺得是可行的 因為我們可以派給學生去研究和製作不同類型的電腦控制樂器 由錢入心 而當中也可以培養到他們運用不同的電子部件 編程 以至於音樂寫作的能力 而將他們所製造的眾多樂器組合一起成為一個MIDI樂團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